這題簡單 有沒有看到除除除除除這個字 所以有除字 有除字一定就是趕快列 除法列四就對了 有除字列算四 所以除就是當打 所以打六十 六十被除 再來和八十也是被打 所以被打被打要放在前面 所以是整除 所以這裡有一個傷 這裡有另外一個傷 那你就寫完之後 你是不是就可以判斷除的後面 就是把人家整除 它是被人家整除被人家打 被人家整除被人家打 所以把人家整除 所以是人家的因素 是人家的因素 所以是兩個的公因素 那公因素 你就要先找最大 再懲罰配對 所以最大呢 我們來找六十跟八十 好有零有零用五除 所以這裡十二 這裡十六 又是偶數用二除 這裡六這裡八 又是偶數用二除 這裡三這裡四 最後不行了 再把這裡全部乘起來 就是最大公因素 那找到最大呢 在乘法配對 就可以去找所有的公因素 所以二十乘法配對 所以二十乘法配對 有一乘二十 二乘以十 三不行 四乘以五 五呢 乘以四重複了 所以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 就是一二四五 還有十二十 這六個 會不會了 所以記得喔 有除字 有除字 馬上除法列四 除法列四 有除字 馬上除法列四 那除除除 就是打打打 所以打六十和八 打六十和八 所以六十和八 是被人家打 被人家打 所以要放在前面前面 那你列完除法算式之後 就可以知道 是當什麼 當什麼 找什麼了 所以找 把人家整除的因素 找 把人家整除的因素 所以就是找公因素 那找公因素 就先找最大最大最大 然後再乘法配對 乘法配對 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公因素 會不會了 換字體 一樣 有沒有看到這個字 除除除除除除除 只要有除字 你就要列算式 有除字 你就要列算式 那它只有一個字的時候 就是當打 當打 所以打九十七和一三九 所以這兩個被打 所以九十七和一三九 是被打 就放在前面 當被除除 那某數某數就用框框 是打人家的 那因為是整除整除 沒有沒有整除 因為它這裡有余十三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桑 這裡也會有一個桑 不一樣 所以我編的號碼就不一樣 余數都是十三 都是十三 那很簡單 你就把它變整除啊 所以變整除的時候 就是上面減十三 下面這個也減十三 那所以九十七減十三 不就是變 八十四 那這時候就可以 剛剛好整除了 再來換 一三九減十三 所以是一二六 這時候也可以剛好整除了 就像什麼 你看這邊七除以三 是不是等於二與一剩一塊 那這一塊是從七塊裡面剩下來的啊 所以你就不要把這一塊拿出來嘛 你就拿藏起來 你只要拿六塊出來 那是不是分給一樣多人 那每個人是都分到兩塊 所以這裡都不會變啊 這裡都不會變啊 所以你發現這裡都不會變 會不會了 所以有餘數有餘數的時候 你就把它藏起來 藏起來就對了 會齁 好 那這時候整除的時候 整除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這裡不就是什麼 把人家整除 把人家整除 是因素因素 那兩個的就是供因素 供因素 那供因素一定要先找最大 先找最大 好 所以來看這邊喔 我們就用短除法 找八十四 和一二六 十六 的最大公因素 所以偶數偶數我就用二除 所以二四八二二四 二六十二二三六 再來這裡用用多少 用多少比較快 是不是七的倍數 七六四十二七九六十三 所以這裡六這裡九啊 檢查一下 七六四十二七九 九七六十三 沒有錯 那六跟九是三的倍數 你再用三除一次 所以這裡二這裡三 不能再除了 那最大公因素呢 就要把這三個 乘起來 所以三二六六七 四十二 所以你就找到最大公因素 是四十二了 可是你要找的是 所有的公因素啊 所以你還要再乘法配對 所以四十二等於一乘四十二 二乘以二十一 三乘以十四 四不行 五不行 六七四十二 越早越接近 有沒有 再來就快找完囉 再下一個是七六四十二 是不是重複了 就不用再找了 所以一共會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個 有 一二三 六七 十四 二一 四二 一二三六 七十四 二一四二 沒有錯 可是記得記得記得 你題目已經動過手腳了 所以最後最後一定要什麼 要把這些 通通放回來這裡檢查 懂不懂 所以最後要 余十三余十三 那你的人就要比剩的東西多啊 所以這裡一定要比余數大 比余數大 比余數大 所以一不行 二不行 三不行 六不行 七不行 十四就比十三大了 所以十四可以 二十一可以 四十二也可以 所以最後只有三個答案 所以你最後一定要放回來檢查哦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從這裡來的 並不是從這裡 所以你最後一定要放回來檢查 懂不懂 這一題有沒有看到最重要的地方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粗粗粗粗粗 看到有除字有除字 你就要列算四列算四 所以這裡一個算四 這裡一個這裡也一個 那一個字的時候呢 除一個字的時候你就要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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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打二十五 二十五是被打的 放在前面 然後呢 結果會余 一 再來 打六十二 打六十二 六十二又被打了 就說A 啊所以呢 這裡會有另外一個3 然後余是余2 再來換這裡 打八十七 所以八十七被打 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 再來有另外一個3 我編號碼3 再來余3 那因為不是整除 不是整除啊 所以不能直接判斷是倍數因素 所以我們要把這裡通通都變成先整除 會不會了 所以來看這邊哦 我要開始變整除哦 會余1 那你就不要拿出來嘛 所以你是不是 這個25要-1 再來這個62你就要-2 這個87你就要-3 所以這裡就會變-1變24 62-2變60 87-3會變84 那這個時候呢 除同一個數字 就會怎樣 就會整除了 就會整除了 所以有余數有余數的時候 你就是把它藏起來藏起來藏起來嘛 把它拿掉嘛 那這時候就會變得更少 就會剛好整除 會不會了 那把人家整除是因素 把人家整除就是找因素 把人家整除就是找因素 那同時是同一個 是同一個 所以就是它們三個的供因素 那供因素 你就要先找最大供因素 所以呢 短除法 有24 60 84 都是偶數 我用2除 再來 又是偶數 我用2除 可以更快一點 可以更快一點 因為這裡都是6的倍數啊 6 2 12 6 5 30 6 7 42啊 再來還有可以一起除的嗎 是沒有了 所以把這裡乘起來 就是最大供因素 找到了 這裡12 那你要找的是所有供因素 所有供因素 所以你要乘法配對 所以來12的乘法配對 1乘以12 2 6 12 3 4 12 再來4 3 12 重複了 停下來 所以一共有123 4 5 6 6個有123 4 6 12 可是可是 這裡這裡是從這裡的題目找出來 不是從這裡 所以最後你一定要把這裡拉回來原本的地方檢查看看 所以你要比余1余2余3都大 所以呢 123不行就是4可以6可以12可以 所以最後一定要拉回來原來的題目檢查懂不懂 可是人家問的是這三個裡面最大啊 所以是12 有一個正整數正整數正整數這裡不知道 所以就當框框 再來除除除有除字就要列算式 有除字就要列算式 那一個字的時候呢 你就當打 所以打87打87 87是被打的放前面 那被框框打 那會有3余數是3 還有這裡 還要再打153啊 所以還有一個算式153 也是被打的 那因為數字不一樣所以3也不一樣 所以我這裡編的號碼就不一樣 那這裡是余 喔錯 這裡是不足3 要小心喔 這裡余3這裡不足3 再來我們要找因素倍數 就要先讓它變整除 變整除 所以來看到變整除的時候 多的多的就不要拿出來 所以-3 所以87-3不就變84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整除了 那這裡不夠不夠就補給它嘛 偷偷補給它 所以它就會變156 那它也可以整除了 所以要小心喔 這裡不夠不夠不夠就補給它 補給它 所以這裡要加3 那這裡多多多多的你就把它-3 會不會了 那變少就可以整除 這裡變多 就不會不足了啊 就夠了啊 所以就可以整除 那整除的時候 把人家整除把人家整除 所以是人家的因素 是人家的因素 那同時同時的時候就是公因素 公因素 公因素 那公因素一定要先找最大公因素 再乘法配對 那最大公因素我們就用短除法 84跟156 偶數用2 除不用想了 這裡42 這裡724 826 再來又是偶數用2除 所以這裡21 這裡236 298 再來21跟39 我用3 因為加起來2加1是3的倍數 3加912也是3的倍數 所以我用3除這裡7 這裡13 那7跟13不能再一起除了 所以把這裡通通乘起來 3266 212 就是最大公因素 12 再來就是乘法配對 乘法配對 找所有的公因素 找所有所有 所有就是乘法配對啦 所以12 可以1乘以12 2乘以6 3乘以4 所以有123 4 6 12 可是要小心 要小心 最後一定要 拉回來原來的題目檢查 懂不懂 因為這裡這裡是從這裡 從新的新的算式找出來的 可是人家原本的是在這裡 所以你一定要拉回來檢查 所以要比余數跟不足都大 所以都大的就是4 6 12 3個 收工 又看到除 又看到除了 所以馬上除法劣勢 除法劣勢 那除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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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喔 有以有以的時候 就是要直接變除號 變除號 所以呢除以3就是直接變除號 除以7就是直接變除號 所以除以3除以7除以3除以7除以就是變除號 除以就是變除號 會不會啦 那能除進的整數 所以前面這裡是整數 整數 所以除進 那剛好整除啊 所以不就是找 在前面是被人家整除啊 所以是找倍數啊 被人家整除找倍數啊 所以是你的倍數 是我的倍數啊 所以是我們共同的倍數 叫公倍數 那公倍數一定要先找最小 所以來開始短除法 3和7 只能用1一起除 所以最後再全部乘光光 所以21 所以最小公倍數就找到是21了 再來 你乘以1 乘以2 乘以3 就是找其他的公倍數 那乘以4 84 繼續乘 因為人家要找最接近100 所以你再乘以5 是不是等於105 那100已經出現了 你後面就可以停下來 不用找了 那100呢 100是在這個之間 那他跟105跟84 誰比較接近 你要去找他們兩個相差多少啊 所以100跟105差5 那100跟84是差16 所以呢 差5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 所以答案是105 會不會了 所以看到除以 看到除以 看到有除字 就要列算4 那除以就是直接變符號 變符號 那框框是在前面 所以就是被人家整除 被人家整除 所以是人家的倍數 人家的倍數 所以是公倍數 那公倍數就要先找最小最小最小 那記住一定要從頭成到尾 那找到最小就可以去找第二個 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 那再去比誰比較靠近100 會不會了 這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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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很重要的一個字 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 除除除除除除除 所以就要除法列勢啊 那一個字的時候呢 就是當打 所以用6、8、10、12、14來打 來打能整除的 所以來打人家耶 所以這幾個是你派出去的殺手耶 要去打別人耶 來打某個人耶 會齁 所以呢 所以的四位數 所以四位數放前面被人家打 被6打 被8打 這根本就圍毆好不好 被10打 還被12打 還有14 然後呢 用這些來除 來除人家 來除一個四位數 而且整除 整除 所以會有一個傷 兩個傷 三個 四個 五個 因為除不一樣的數字 就會有不一樣的傷 那這裡這裡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不就是你的倍數 我的倍數 他的倍數 他的倍數 那不就是他們的公倍數 公倍數 那公倍數 一定就要先找最小 最小 最小 所以來短除法 6 8 10 12 14 偶數用2 除 3 4 5 6 7 再來少一個 繼續除 不行 少兩個呢 不行 少三個呢 可以 3 除這個 跟除這個 那其他不動 再來還有這兩個也可以除 1 2 5 1 7 再來少其中一個都不行 少兩個也不行 少三個也不行 少四個不行 少到四個已經沒意義了 所以全部 5 乘起來 所以 2 乘3 乘2 乘2 乘5 乘7 你看老師都會怕錯 所以不時 點一下點一下 對齊找一下 再來 52 這裡10 再來 32 這裡6 再來 72 14 84 6乘14等於84 84乘10等於 840 好 所以最小公倍數找到840了 所以就可以找其他的了 1倍 2倍 2倍就是 16 80 剛好就是 剛好就是 4位數了 可是人家問你共有幾個啊 所以你還要繼續找啊 所以再來 乘2完了 乘3 300 34 12 38 24 25 20 又找到一個4位數了 所以乘1 乘2 乘3 乘4 乘5 一直找下去 所以會有很多個 那人家問你一共有幾個 那4位數 4位數呢 最大是不是到9999 那再來下一個是不是就是1萬 那我們就用1萬來除以840 看看幾倍幾倍 會比1萬小 那幾倍呢 就會超過1萬 所以我們用1萬來除除看 所以1不夠 10不夠 100不夠 1000夠 所以從這裡對齊開始除 所以840 這裡減完是0 這裡6 9減8等1 這樣160再把後面的0搬下來 那你這裡遮兩個 這裡也遮兩個 所以826 所以拆2 所以呢 後面也要乘 所以就會發現超過了 對不對 是不是超過了 所以12倍是超過 所以11倍 11倍就不會超過了 所以我們就要去找它的11倍 所以840的11倍等於多少呢 乘以100144188 100144188 所以這裡0 這裡4 8加4拿走2勝2 9240 9240 所以也是4位數有沒有 所以你不就找到 從2倍開始 從2倍開始 一直到第11倍都是4位數 所以從2倍到11倍 因為是連續就把它當號碼 那連續號碼數個數 一定是數個數啦 所以就是相減加1 所以一共有10個找到了 會不會 看到有除字 有除字 有除字 有除字的時候 馬上要列算4 有除字列算4 有除字馬上列算4 那這裡呢 是除以除以 所以要直接變成符號 除以是直接變符號 如果是除一個字 就叫做打 那如果是除以 就是直接變符號 所以這裡就是除以12 12在後面 這裡除以15 15在後面 那什麼數字除以12 除以15之後呢 會都是余5 都是余5 所以我們算4 是不是找出來了 可是還不能找框框 因為它還沒有變整除 因為變整除的時候 才可以去找供應數 公倍數 所以我們要把這兩個算4 先變成整除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裡除完余5 這裡除完也是余5 都是多5出來 所以你只要把5拿掉 把5拿掉之後 就會都是剛好整除了 那因為你拿掉5 所以已經變成跟原來的數字不一樣 所以老師這裡就用括號括號 不是用框框囉 因為已經變成新的數字了 比原來更少少5 會不會 這時候除以12除以15 就會剛好是整除 就會是整除 不會有余數了 那被人家整除 被人家整除就是人家的倍數 人家的倍數啊 那同時是12的倍數 也是15的倍數 就是公倍數 那公倍數我們就要先找最小最小 公因數先找最大 那公倍數就要先找最小 公倍數先找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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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公因數要先找最大 要分清楚 那我們就用短除法 來找最小公倍數 所以一起用3來除這裡4這裡5 再來不能一起除了 所以全部乘起來 5 4 20 20乘以3等於60 所以就找到最小公倍數60 那60就是公倍數裡面最小第一個 再來兩倍第二個 三倍第三個 四倍第四個 一直下去找不完 可是你要小心這裡這裡 這裡你找到的是指 括號裡面的數字不是框框 不是框框 因為框框動過手腳了 所以你現在就要返回去 你剛剛減5 那現在找回去就要加5 加5 懂不懂 啊這樣子你加5之後呢 整除才會再多5出來 懂不懂 所以你這裡每一個數字都還在加5 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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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放回去儲的時候 就會儲完又多5了 懂不懂 所以這裡呢 就是65 125 185 25 266 一直下去 那他问的是最小最小 所以答案就是65找到了 所以记得一定要先变整除变整除变整除 才可以去找公倍数公倍数 那找公倍数就先找最小最小 再乘1乘2乘3去找其他的公倍数 那你找到找到之后呢 是指括号是指括号 动过手脚的数字 所以找原来的找原来的 你刚刚减5现在就要加5回去 懂不懂 因为这里都是被整除 这里都是被整除的 都是被整除的 那你如果放这里 那就不会有余5啦 所以你每一个整除的 都还要再加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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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多这个5出来 懂了吗 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 要找回去找回去哦 有一个数字比200大 可是我不知道他多少 我只知道他比200大 那再来用24和30来除 来除这个不知道的数字 所以呢你有没有看到有除字 有除字就要马上想到列算式 列算式 那除一个字的时候就要当打 所以现在就是派24跟30来打这个不知道的数字 所以呢 不知道用框框 派24跟30来打他 来除他 那除完之后呢 余数都是15 所以没有整除 那没有整除我就不能找公英数公倍数啦 所以我要把这两个式字先变成整除 那因为刚好都是余15余15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位置都减15之后 就可以整除了 那因为这两个是一样 又都减15 所以之后减完15 这两个新的数字也是一样 而且会比原来小 那这时候都是可以被24跟30整除了 那被整除 被整除不就是 你的倍数我的倍数 那不就是公倍数 那公倍数就要先找最小最小 那我们就用短除法来找 最小公倍数 24 30都是偶数用2来除 12 15 那3的倍数用3来除 34 12 355 再来不能全部乘起来 5 20 43 12 12乘以10 120 所以最小公倍数就是等于120 那乘1就是第一个 乘2就是第二个 乘3就是第三个 一直乘下去 公倍数公倍数 找不完 所以你已经找到 瓜号公倍数 就是这一串 都是被整除 被整除的 可是人家原来是没有整除 没有整除 会余15 余15 那是不是 是不是要更大 因为这里都是被整除的 不会余15 那你要余15 就多15就好 那其实就是看这里 你刚刚动过手脚减15 那现在回去 回去就要怎样 回去就要加15嘛 所以你就把这里的每一个数字都 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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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放回来之后就会余15 余15了 懂不懂 所以找到的数字有 135 255 和375 一直下去 可是人家说的是比200大 200还要大 所以135 135 是比200还要小 再来比200大里面 我要找的是最小最小 那就是第一个255 就找到了 所以记起来 你要找供应数 供倍数 一定都要先变整除 变整除 才可以找供应数 供倍数 会不会了 那找供倍数 就要先找最小最小最小 再乘1乘2乘3 一直找下去 那找完之后 记住了 你现在是找这两个 整除时候的 整除时候的 不是原来 原来的算式 所以你刚刚动过什么手脚 现在就要相反 刚刚减 现在就要变加 变回去更多 才会余15 懂了 对吧 对吧 谢谢大家